大家好 我是天狼 那么高温总算过去了 那么我们这个入秋的修剪 之前可能剪的枣的花 这花表现的并不是很好 长的也长花苞了 但是花小 然后叶子干巴巴的 没有精神 所以说我们先贴凉了 要进行再次修剪 那么其实修剪的原则 还是比较简单 就正常花后修剪就好了 即使是这些花没有开的 你也把它当成花细了 进行花后修剪 花下面数掉两个叶子 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修剪 我们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它在低温降温之后 长出来这些新芽 我们尽量不要动它 不要去剪它 还有一个下面这些细弱枝 上面长出来这些新芽的 不要去动 这些细弱枝 只要上面有叶片的 细部的这些细弱枝是不要动的 所以说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我们就进行正常花后修剪 接下来就会长得很好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秋季的修剪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我看看 我们下次再来说月集 这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